我覺得總統是一個很有智慧的思想家 深思熟慮 然後他也知道說事情可能的演進 我覺得他在處理兩岸的問題的時候 他在陸委會的經驗實際上給他很大的幫忙 當然他更了解中國從這個經濟崛起以後 進一步的要變成一個軍事強國 或者是世界強權的時候 整個的過程 蔡總統都有很好的思考 而且他有百分之百的掌握 習近平在1月2號提起這一個一國兩制 蔡總統當然很堅決地表示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 而且也不是台灣人民能夠接受的 所以這一次香港在反送中的事件當中 為什麼年輕人特別提升而出 我是覺得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時候 是有自由但是沒有民主 後來一國兩制以後 他們以為是有民主有自由 結果發現民主是沒了 自由也快快沒有了 所以年輕人才會站起來 要跟全世界的人講說 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民主 其實台灣的自由民主也不是憑空從天殺掉下來的 一旦你不好好的守護它的時候 那可能在一夕之間 明天的台灣就變成今天的香港 在蔡總統的整個兩岸政策上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他是善意不變 希望能夠繼續有對他的機會 但是相當的堅持 我們這個自由民主的立場 尊重2300萬人 決定台灣未來的這樣的一個主權 這個時候他相當堅持 但是他不挑釁 也不衝突 切切實實是讓人家看到 他是不冒進的一位好的政治家 那台灣拖在他的手中 我相信我們大家會更加的放心 不只是我們放心 連美國連日本連澳洲 還有其他的東南亞國家 也都覺得我們現在所採取的 維持現狀的兩岸態度 是合情合理的、友善的 但是我們有我們對自由民主 對台灣主權的堅持 我們一定要站得穩 然後堅持自己的立場 然後我們讓全世界知道 只有做民主法治人權的國家 才有好的經濟發展 才有好的繁榮跟和平 本身是非常久 有另外一個人 的地方 不開心 不開心 不是 有這個 縱階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